即时新闻综合报道,时代力量立委黄国昌八免案将于16日投票,台师大政治研究所教授范世平日前酸说,当霸昌找上八百壮士副指挥官吴思怀是勤鬼那要丹,对此吴也在脸书隔空喊话,感谢范先生为霸昌催票。 吴思怀在脸书上表示,看到一名范先生指名道姓批判他及八百壮士,霸昌结合八百壮士注定失败,安定力量主席孙继正先生也被说得一文不值,就算为绿营发声也无序说得像仇人一样,层次与格局显然不同。 对于范世平酸说,反免改运动就是因为吴思怀,从去年九月三日大游行的一万人,搞到现在连八百人都不到,每次上街头的人数都比上次少一事。 吴思怀也回击说,让人怀疑是否数学太差还是没看经文报道统计的人数。 吴思怀强调,他与孙继正当天第一次见面,声援霸昌只因理念一致,孙先生并无情鬼纳要单。 他表示,霸昌案不只是地方性活动,将是台湾民主自由适经时,以后若政治人物做不好,人民的力量就会让他下台,民众透过罢免就能将无良政客拉下台。 这就是民主社会精神,不但是八百仗势,军功叫警各团体都声援安定力量,要将无良政客拉下台。